白雪 贝儿 你们两个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衣服鞋到处乱扔 如果今天不把房间收拾好 你们两个哪也不许去玩 贝儿 姐姐 母后今天怎么了 怎么对我们这么严格呀 哎呀 白雪妹妹 别管了别管了 我们还是赶紧把房间收拾好吧 那好吧 我们就把它收拾好吧 放这里 放这里 白雪 贝儿 你们怎么这么乖呀 还主动把你们的衣服 鞋都收拾好了 啊 母后 不是你给我们收拾的吗 把你们的衣服 鞋收拾好了没有 哎 你是谁呀 我是王后 你是谁呀 我才是王后呢 啊 贝儿 姐姐 原来有两个母后 可是这到底谁才是我们的母后呀 对啊 白雪妹妹 我有办法了 我们最喜欢吃母后做的红烧鸡翅 要不然我们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好呀 贝儿 姐姐 你可真聪明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来问一问你们 我们最喜欢吃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最喜欢吃糖果 才不是呢 你们最喜欢吃母后做的红烧鸡翅 哈哈 小鸡前的小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知道谁才是我们的母后了 你们知道吗 赶快在评论器留言发送他们的编号 告诉我吧 贝奇 乔治 妈妈准备做番茄炒鸡蛋 可是没有鸡蛋了 你们能去超市帮妈妈买些鸡蛋吗 当然没问题了 妈妈 对啊 妈妈 没问题 那妈妈 我们这就去 哎 小猫 卡迪 你怎么在这里呀 哦 是贝奇 乔治呀 我的妈妈生病了 所以我来帮助她 对啦 你们需要买什么呀 看弟弟姐 我们需要买鸡蛋 好 这就给你们 哎 姐姐 你看那个小恐龙玩具 好像是真的 弟弟 走 不要管了 我们赶快回家 不然妈妈一会儿会等着急的 不好了 不好了 贝奇 乔治 快跑 小恐龙玩具变成真的了 啊 我 我们该往哪里跑呀 要不然我们就躲在这棵树后面吧 啊 那 那 那个恐龙这就太吓人了 嗯 嗯 这个怎么办呀 姐姐 我好害怕呀 呻 贝奇 乔治 小莫堪地 别害怕 猪猪杀哥哥来保护你们 恐龙 别想欺负小朋友们 看我的猪猪射线发射 呸 看我的 哈哈 恐龙 打不到我吧 看我的猪猪光播的厉害 呸 呸 呸 啊 猪猪侠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对啦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猪猪侠哥哥打败了谁吗 如果是恐龙就发送素子一 如果是怪兽就发送素子二吧 小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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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伤呀 小朋友们你们和佩奇一样喜欢吃牛排吗 给佩奇一个游泳圈 给乔治一个游泳圈 天气这么热 孩子,你们想不想去游泳呀 太好了 妈妈,你要带我们去游泳呀 不是的,不是的 你们现在还小 你们可以在家里的浴缸里放满水 就可以在那游啦 嗯,那好吧,妈妈 乔治要拖到水池里去游泳了 等等等等,乔治 你怎么都不看看呀 你看这浴缸里真的就没有水呀 哎呀,还真是的 没有水,这个怎么游泳呀 对啦,姐姐,你最聪明了 你快想一个办法吧 嗯,有啦 弟弟,你在这儿等着 来,我有一个魔法棒 我现在就用我的魔法棒挥动 浴缸里就会有水啦 看我的魔法魔法变 哎呀,姐姐,这浴缸里还是没有水呀 这,这,这怎么回事呀 我的魔法棒怎么没有用呀 哦,原来是这个红星能量不足了呀 这可怎么办呀 有啦,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帮我补充能量 这样我就能挥动魔法棒 来浴缸里装满水 这样就能和弟弟一起游泳啦 再拖你们啦 佩奇乔治,快出来 妈妈给你们买了好多好吃的哟 妈妈妈妈妈,我来了 妈妈妈妈妈,我也来了 哇,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好吃的呀 太好了,我要可以吃咯 哎,先等等,先等等 小吃我可是有条件的哟 啊,妈妈,吃东西还有条件呀 是什么呀 只要你们把我这里准备的糖果都数得正确 我就把这些零食给答正确的人哟 妈妈,我的数学本来就不好 还让我数呢 不数可以啊 不数的话就没有零食 嗯,好吧好吧 那我来数数吧 一共有1,2,3,4,5,6 妈妈,一共有6个糖果 佩奇,你来数数呢 嗯,好的妈妈 1,2,3,4,5,6,7 妈妈,一共有7个糖果 好,那我现在来公布吧 佩奇的答对了 吃些糖果全都该佩奇了 不对不对 里面是我数的是正确的 是6个呀 不是6个,是7个 姐姐,不对不对,就是6个 哎呀,乔治 你要是不笑 要不你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呀 小朋友们知道哟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告诉我 这里真的是7个吗 不是6个吗 一定要点击小文心告诉我哟 我觉得一定是姐姐答错了 佩奇,你看 妈妈送给你的车车 喜不喜欢呀 啊,妈妈 这也太棒了吧 这车我好喜欢呀 喜欢就好 你也找到了 应该买个车 以后出门也方便 嗯,谢谢妈妈 真是太棒了 这车 妈妈,你,你跟姐姐买车 都不给我买 嗯,怎么能这样呢 乔治,不是这样的 不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奶奶,奶奶 你快过来呀 怎么了呀,乔治 祝妈妈给佩奇姐姐买的 车车都不给我买 祝妈妈 有这么回事吗 怎么给佩奇买 不给乔治买呢 祝奶奶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佩奇现在长大了 她可以骑车 以后就很方便呀 看,乔治还这么小 她是不能骑车的 哦,对对对对 乔治 这你可要听你的妈妈的 你呀,还太小 等长大了 再给你买车 哦,然后是因为我没长大 所以她没有买车车的呀 嘿嘿 所以我要赶紧长大 长大之后呀 就能骑车车啦 给我们小朋友呢 你们是从多少岁 开始会骑车车的呢 就让你告诉我吧 以前呀 我给佩奇乔治发糖果 小朋友们总说我不公平 这次呀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当当当当 就是这个天平 我呀,把糖果都放到这个天平上 这次看谁还说我不公平了 我先把这些糖果 放给乔治的这边天平上 妈妈 你好像给乔治的糖果太多了吧 我这边就没剩几个了 哎呀,你等等 这还不没送完吗 我呀,把剩下的这些糖果 放到佩奇这边的天平上 快看 明明是一样种的呀 而且那边还要多一点呢 佩奇 这可是天平称出来的呀 妈妈可没有偏心哦 嗯,妈妈 可是弟弟明明那边的糖果 看起来多一些 我的糖果要少一些呀 可是为什么天平会是平的呢 哦,我知道了 妈妈 你把糖盒也放在这边了 而且弟弟那边却全是糖果 你这太不公平了吧 姐姐 这一个盒子能有多重呀 妈妈可是很公平的 才不是呢 妈妈 你不相信可以问问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呀 那好吧 我就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公平呀 如果是就发送小红星吧 哎,这,这滑滑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嗯,难道今天周末我就玩不了滑滑梯了吗 谁,谁能帮帮我修好它呀 嗯,嗯 咻 乔治,乔治,你怎么了 怎么站着哭呀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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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哥哥 我,我本来今天想来公园玩滑滑梯 结果滑滑梯 不,不知道被谁给弄坏了 我,我又不会受理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哦,原来是这样呀 乔治,乔治,别哭了 别担心 猪猪,小哥哥这就来帮你把它修好 真的吗,猪猪,小哥哥 当然是真的啦 我们先看看 哦,这个是滑滑梯的楼梯 然后我们先把架子霜好 再装上旋转滑道 最后是这个直道 好了,再按上楼梯 好,都给你安好了 哇,猪猪,小哥哥 你真是太棒了 你真是我的偶像呀 好了好了,乔治 你的嘴可真甜 好,快去玩吧 太好了,终于可以玩滑滑梯了 对啦,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滑滑梯是谁帮我修好的吗 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佩奇,乔治,猪爸爸 今天我听说外面最近怪事和僵尸特别多 所以奥特曼就给我们发了小奥特曼来保护我们 我现在来给你们送费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来保护猪爸爸 这个奥特曼来保护佩奇 这个奥特曼来保护乔治 然后这个奥特曼就来保护我吧 说妈妈,这个奥特曼 奥特曼感觉不像呀 看,那是因为他还没变身出来呢 你要给他变身才可以出来哟 哦,还要给奥特曼变身呀 那好吧,我先来吧 我来给奥特曼变身咯 看看他是什么样子呢 我来看看啊 哇,奥特曼好帅气呀 盖我啦,盖我啦 我也要看看我的奥特曼是什么样子呢 马上为他变身咯 哇,我的奥特曼变出来了呀 真是太好看啊 盖我啦,盖我啦 我也要给我的奥特曼变身咯 我的奥特曼变身出来一定更好看 哦,马上就好了 好了,我的奥特曼也出来咯 你们都变完了,那就盖我了吧 我也要把我的奥特曼给变身出来 马上,好了 我的奥特曼也变身出来咯 哇,太棒了 我们奥特曼终于变身出来了 是呀是呀 要是以后有了奥特曼 我们就不怕怪兽和僵尸了 你们想问小朋友们 你们看,我们的奥特曼 你们更喜欢谁的呢 赶紧评论告诉我们吧 或者是点击小红星也可以哦